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伊朗女人的悲惨故事,德黑兰禁忌 在伊朗这个强制披戴逃杀的国家下,有三个命运悲惨的女人 卡洛的丈夫因为吸毒被抓进监狱,她的生活很贫困,独自带着不会说话的儿子生活 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她沦落为封城女子 车上和司机进行着一场不可告人的羞耻交易,儿子也很自觉地把头转向窗边 卡洛一直向监狱里的丈夫提出离婚,丈夫始终没有同意 18个月以来,卡洛天天向法官提起诉讼,却因为没有丈夫的书面许可都起诉不成功 卡洛乞求着法官,愿意为离婚付出任何代价 因此她成了法官的情妇,住进法官安排的豪华公寓 封城女子被发现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但卡洛为了生存没有别的办法 卡洛的儿子走丢了,一位酒吧的乐手巴巴克遇到了她的孩子 并将她带回来家 巴巴克最近惹了个大麻烦,她在酒吧与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 没想到女人在此之前还是个处女之身 因为女人下周要结婚,如果在新婚夜晚没有落红 她的黑社会为婚夫会杀了他们 因为正规医院做手术要亲属签字 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家四人黑诊所 黑诊所虽然不用亲属签字,但是需要昂贵的手术费 卡洛为了感谢她找回自己儿子,就接着她去贷款 因为巴巴克没有符合贷款条件 贷款经理偷偷告诉她,去办一张假的房产证 巴巴克一想,自己为了贷款欠一屁股债 之后一直生陷在其中无法自拔 自己的音乐梦就此会破灭 于是帮了张假的护照,离开了这个国家 卡洛陪着那个女人在黑诊所里迟迟没等到巴巴克来 那个女人也向卡洛坦白,其实自己不是因为结婚 自己口口声声说的未婚夫是个人贩子 因为阿拉伯人愿意为伊朗处女出大价钱 自己跟她签了合约,如果被发现就会被他们追杀 卡洛理解她,但是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就给她塞了点钱,让她买票回老家 卡洛想要个幸福的家庭 她的邻居萨拉却羡慕卡洛有自由的生活 自从她结婚以来就成了龙中之鸟 萨拉好不容易申请到的工作 最后只差丈夫的签字了 丈夫却拒绝了 因为萨拉有孕在身,不希望她去工作 萨拉与卡洛成了好朋友 卡洛和萨拉聊着精彩的人生道理 他们还在电话里用恶色的语言 挑戏了一位清洁工 萨拉后知后觉,发现是用自己的电话播出的 那个清洁工知道电话是萨拉打来的 他也在疯狂地寻找萨拉 清洁工的叔叔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萨拉的丈夫 丈夫为此质问萨拉 丈夫说萨拉是风尘女子 还怀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 萨拉也大声怒吼说 之前的两次流产是自己刻意的 因为她被小孩束缚着会更没有自由 丈夫沉默了下来,让萨拉滚出这个家 萨拉在天台吃了很多药 她让卡洛的儿子录下这一切 她把风筝绑在身上翩翩起舞 幻想自己是自由的天使 最终跳下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部影片凸显了伊朗的性别歧视 虚伪作假 滥权独职的现象 虽然有些人受过前卫的教育 但是他们不得不束缚在宗教审判和道德监督的禁锢中 或许在那里 上帝是站在男人这边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